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2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最新的確診數字公佈出來了 是 傍晚6時41分的消息 今天新增了6067宗新個案 大部分都是本地感染 再多14個人病逝 衛生防護中心主任張竹君說 現在情報個案趨勢仍然向上 其實 衛生防護中心的數據 他說 現在很多人 在家居家檢疫 也可得一家大勢中了 其實 輕症的患者其實應該是來家 比較安全 一來就未必能感染到其他人 如果沒甚麼 第二 你也可能會被其他人感染的 可能本身是輕症的 被其他人感染了 變成重症也未定 這個最新的數字 令到陳肇始 再出來說話 他 就說要研究 再度收緊社交距離的措施 他說 因為現在的疫症 這樣就不斷上升了 他是早上說的 你想想 現在的限聚令已經很過份了 現在戴口罩戴得不好 或者沒有戴罰一萬元 全世界沒有這種東西啊 是不是 aquela口罩戴不好 他會感染 可能會傳染 可能會傳染 可能會就被可能發病 是不是普通法來的 除非香港已經改了 其實香港已經沒有了法律 不過 你不要那麼赤裸裸 告訴別人 香港沒有普通法 現在有罪推定了 假定你是帶菌者 假定你不戴口罩就去播毒 怎麼可以呢 他說要進一步研究社交距離措施 呼籲市民停一停 靜一靜 留家抗疫 他的言論即是惹來網上的狂轟 網民留言 支持再度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 收緊好 好得不得了 最好全部都在家 誰 供應他們的一天三餐 誰供應他們的出糧呢 老闆請了房記留在家 老闆怎麼辦呢 政府可不可以叫所有公務員 留在家呢 政府也不可以 為什麼所有市民可以這樣做呢 是不是不需要工作呢 是不是政府養呢 我想問一下 這節要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我想問一下 現在其實 香港最多人的地方在哪裡 是旺角 旺角已經 好像一座鬼城一樣 自動扶手電梯的那一段很長的那一段 一望無際 一個人也沒有 然後 去到地鐵站 一直都是人流 爆棚的地鐵站 都是小貓三兩隻 彌敦道的旺角 亞界老街的旺角 是吧 波鞋街 西洋菜街 全部靜音 7、8點就提早收舖 根本現在的旺角 已經是叫做靜角了 靜得不得了 不是旺角 現在的旺角我們也說了 可能是 旺角有芒角改名之後最靜的 從來百多年沒有試過那麼靜的 現在 網民說了有四個地方是最多人流 哪四個地方 就是交通工具 醫院及證室 檢測站和疫苗戰動中心 這地方是最多人的 是不是應該叫他們也不要去呢 你排隊強檢 幾公里路 幾公里長的一條隊 要排六個小時 你覺得那些人 不會出事嗎 不會出事嗎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上班 早上上班的時候 有多少人搭同一個地鐵 人逼人 基本上是零距離 接觸 是完全是貼著的 陳肇始你搭過地鐵了嗎 我想問一下 你早上 你應該早上去搭地鐵 你才出來說一句說話 你不用搭地鐵的 我知道因為你是政府高官來的嘛 出入有司機接送的嘛 你也不用買菜的 你也不用花錢的 所有東西都是政府負責的 是不是 你可以說風涼說話 每個月的糧子自動進入你戶口 你也不用休 你也不知什麼叫做休齊休米 你根本就是不是人來的 怎麼靜一靜 停一停 留家抗疫 我想問一下 加上李楊 你幾十萬人工一個月 人家賺萬多元 還要之後早上起床 撲他上班 你知不知道香港的打工仔究竟是怎麼過的那些生活 全香港人政府養起 休息三個月 三個月全部都在家 你也要找人負責 送東西給他們吃的嘛 不出街不要緊 他們的 食物呢 他們的家裡的生活必須 藥物呢 誰負責派 始終有人運作 找警察 警察有空 當你所有人都在家的時候 警察就沒有工作了 要警察也做了 派飯 派食物 派水果 只是派飯給他們吃 沒水果吃就不行 買東西 除了網購 可以生活之外 又是益網購 又是益網購 又是益輸送 這個問題 其實政府作為一個陳肇始 很令人質疑他的智商 如果不是質疑你的智商 你就人格很有問題 你根本 不知道民間疾苦 那些打工仔 一個月 由早到晚 還要 供樓 交租 或者交貴租 然後 又要養家 人家 人家 做一個月的錢也不夠你兩天的工資 特首更離譜 做一個月的錢也不夠你兩天的工資 做一個月的錢也不夠你兩天的工資 你有沒有想過 從早到晚 做一個月也不夠你兩天的工資 你叫人家 停一停 靜一靜 留一家抗疫 怎樣留呢 你養嗎 你給錢養嗎 700多萬人在家 誰運作這個城市 只是解決三餐 都是沒有可能的事 香港750萬人 你不是這樣做吧 全部政府養 包三餐 所有酒樓即時翻山 全香港酒樓即時翻山 因為750萬人都是要外賣 政府上門 到時 真的有得做 是不是這樣做 是不是要這樣做 不是的話 你說話之前 麻煩你驚嚇大腦才行 你老母子生你那時候 生少了個屁股 上下都是屁股 香港政府那些人越來越離譜 不要緊 你不要上班就可以了 最多人 的地方就是地鐵站 封了地鐵站 封了巴士 全部停止運作 大哥一封城就是這樣 你就封了他吧 不要上班 那些公司怎麼辦 請了些人的公司怎麼辦 不給上班 所有的行業 你要想想哪些行業要繼續上班 哪些不用 沒有可能 全部靜一靜留加抗疫 怎麼留呢 你自己告訴他們 銀行 不要停 銀行 股市停了 別上班 留在家 家也能做到的 股市沒有問題 銀行 不要上班 銀行 銀行也是小事 其他的生活必須的 醫院要上班 消防那些 幾個部隊全部都要上班 這些 不用坐車 可以fax過去的 閃電傳真機 瞬間轉移 不是一樣要坐車 很難 理解說這番說話出來的人 我也想聽你呼籲 我們雙香港的所有朋友 都可以留在家 你準時三餐掃飯 甚麼都不用了 你只是告訴我們 那個月不會被老闆扣勤工獎 人工照有 有哪個天生煩賤 最少要做事要上班 為甚麼香港人那麼慘 那麼迫的地方都要去 還要上班 做十幾個小時 坐車坐過幾個小時 哪有那麼可憐 悲慘的人 每個人都不想做 我也想不用做 你不如告訴我 一天三餐政府解決 那個人工就不會扣你的 有哪個肯出街呢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政府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你告訴我 你做不做得到 好嗎 你講一聲 你向市民交代一下你的構思 你怎樣 令香港市民流家抗疫 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這麼多糟 juicy 雷